正当刘璇对未来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 此时刚好碰上了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 奥运会冠军的身份和知名度 以及被很多人看好的相貌 使这个湖南女孩成为了北京申奥代表团的一员 本来她可以在莫斯科的申奥大会上用法语进行陈述 不过在北京练习的时候 由于一直没有过关 最后杨林取代了她 她错过了一次展现自己的最好机会 尽管失去了这个宝贵机会 但是在深奥的大小活动当中 让刘璇有了更多的曝光率 虽然退出了国家体操队 但她的名头反而更响 人气在社会上也变得更旺 无论是电视上还是杂志上 到处都可以看到刘璇的身影 有媒体统计 刘璇在中国运动员2001年的收入排行榜 网上名列第二 仅次于跳水冠军服名侠 刘璇成了传媒演艺公司 一级商家的宠儿 各种各样的广告 各种各样的社交应酬 使刘璇应接不暇 在这些活动中 起关键作用的 与其说是奥运冠军的光环 不如说是她选美人的名号 与其他奥运冠军相比 选美人受到的关注似乎更多 可就在这时候 一张照片差点毁掉刘璇 2000年下半年 一张刘璇时装照 出现在了某时尚杂志封面后 引发了刘璇形象大讨论 很多人认为 这张照片充满了三四十年代的颓废 风尘味极浓 损坏的刘璇作为奥运冠军 应有的气质 杂志跟我去讨论的时候说 希望看到你另外一面 因为我所有的在2000年之前的 那个照片都是穿着运动服的 都没有看你穿过便服 所以希望看来你不同的 感觉你也长大了 我说好啊 然后我给你画个蝴蝶 小女孩觉得很新鲜嘛 然后就好啊 就很开心 然后拍完了以后 我也觉得好像还不错啊 我觉得自己还蛮 其实好俏皮 这边还有一个蝴蝶 然后他们教我在拍照的时候 要摆什么造型 我就好了 我就觉得我就完成了一个工作 而且这个工作我觉得很新鲜 可是照片出来了以后 反应就哇 其实这种现象还有很多 跳水奥运冠军福明侠 郭晶晶都因为类似的事件被指责 在人们心里 体育明星和其他的演艺明星 有着本质的区别 体育明星承载了太多 国家的荣誉 很多比赛被提升到另外一种高度 成功被看作为国争光 相反则是国家的耻辱 而演艺明星代表的只是自己 刘璇这一个无心的决动 差一点就毁掉他的前程 奥运会上的铜牌 并不意味着杨云运动生涯的终结 他还有机会参加雅典奥运会 毕竟2004年他才20岁 比刘璇夺冠时还小一岁 杨云最后选择留在国家队继续训练 和当年刘璇的处境不同 杨云依然是中国女队重点培养的对象 为此中国体操队还专门聘请国外的教练 对杨云的自由操动作进行专门的指导 一切都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但就在他状态最好的时候 意外的打击突然降临 我的掌骨骨折过五次 但是曾经我记得两次是特别严重的是 有一次在2002年的亚运会有一次 然后在2001年的全运会 第九届全运会之前受伤了一次 这两次对我的打击特别特别大 2002年福山亚运会之前 杨云的整体状态达到了最佳水平 无论是教练还是杨云自己 都对这次比赛抱着极大的期望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不幸的一幕发生了 就是从高杠换到低杠的一个动作上面 就是当我撑到低杠的时候 我经常会撑到低杠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可能是手没有撑好 假如这是杠子 我的手可能就只撑了这么一点点 然后就整个掌骨 不是第三节骨折 就是第四节骨折 其实我们一直对杨云有很大的希望 但是他又很脆弱 他经常在高低杠这个项目上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换杠动作 他都经常会出问题 多次这个出现手掌这个骨子 那么每次都是在他状态很好 进入高峰期的时候 结果出现这种低级的这种错误 因此每一次受伤也是让我特别心疼 我听过陆指导在我身边说过的一句话 就是我每次一受伤 然后刚一撑完我就觉得手不行了 当时我就这样跪在地上 然后陆导第一句话就是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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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受伤了 陆导带了我四年 陆导什么话我都没记住 但这句话我记住了 杨云的手掌骨折开始于2001年 几乎与他当上女队队长的时间同步 几年中 还感受着反反复复的受伤 恢复再受伤再恢复 这样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一直走到了2003年的世界体操锦标赛 这次比赛同时也是压电奥运会的资格赛 就在赛前的一次训练中 杨云的手掌第五次骨折 我们也是全力以赴 一步一步手把手的 再给他慢慢地恢复起来 那么又给他恢复到高水平 但在高水平往往在大赛之间 他又有一个简单的动作 又会出现手掌骨折 既然他有伤病 他不能够再继续地坚持了 那不如就早点投入到 第二次学习和就业的机会 这次打击 对杨云的运动生涯产生致命的影响 随后不久 他宣布退役 2022年 刘璇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他参加了电影 《我的美丽乡愁》的拍摄 饰演一位从湖南来的打工妹 这部电影在社会上没有收到预期的反向 刘璇也不过是演个配角 不过奥运冠军的身份和选美人的影响力 还是让他顺利地迈出走向演艺界的第一步 我去看一个电影的首影视 然后就中导演和文具先生就过来说 下部戏我们要找你 我觉得啊 他玩笑啊 所以我就说好好啊 就是就礼貌性地回答了一下 就是说好 因为跟文具先生比较熟 所以就说好啊 那再说了 当时好像是我跟我家人在一起 忘记了 隔了两个月就真的有一部电影找过来 我才知道他们不是开玩笑的 然后我就跟他们见面 我说我可不会演戏啊 我也除了体操我什么也不会干 他说我就是要你这种状态 因为我的那个角色就是打工妹 在哪里做过啊 以前在家里做过 我不是坏人 这时候把这个胜头啊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祝贺大家 新年好 她们都曾被誉为中国体操的第一美女 她们现在又都是星光闪耀的人气明星 同样的转型制度 却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心路历程 从体操赛场到社会的职场 刘璇和杨云 转型过程中经历了怎样 不为人知的痛苦和挣扎 名将之约 蜕变